大家好,我是epixia,今天带来的是历史上的张和 在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我的这个频道主要视频的内容 以张和为例,我的视频主要是翻译证实史书上面的内容,比如三国志 所以我的视频里面是不会出现张和突然长出翅膀,飞到天上用剑气砍杀敌人的内容 这种演绎、野史和网络小说里面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 最后,我不会强加任何主观的意见或者看法 张和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是由各位看官来评论 那么我们开始吧 张和自俊义,和监俊冒险人 在东汉末年黄金之乱的时期,应激州木韩复的招募成为君司马,前去讨伐黄金贼 后来,激州木韩复战败,他所有的地盘和兵马都归属了袁绍 袁绍就封张和为校尉,让张和前去抵御幽州的公孙赞 公孙赞被袁绍击败后,因为张和作战有功,成为了宁国中狼将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关渡大战 袁绍派遣淳于雄等人都运粮草,囤守在乌朝 曹操就亲自率领重将,前去猛攻乌朝 这时,张和对袁绍说,曹操的军队精锐勇猛,肯定能够击破淳于雄等人 如果淳于雄等人被攻灭,那么将军大势去矣 我们现在应该率领军队前去救援 但这时,袁绍的另一名部下郭图说道 张和的计划是错误的,我们不如直接攻击曹操的大本营 曹操得到消息后,势必会停止攻击乌朝,返回大本营救援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不救淳于雄,还能化解他们的困境 张和反驳道,曹操的军营无比的牢固 我们进攻短时间内肯定无法攻陷 如若淳于雄的人被攻破活捉 等待我们的下场,也必将是会成为俘虏啊 听完两人的话后,袁绍决定只派遣少数骑兵前去救援 淳于雄,而大军主力则去进攻曹操的大本营 结果没能攻下,而这时曹操也击破了淳于雄 袁绍的军队开始溃败,国图感到羞愧万分 就对袁绍禁言道,张和的军队战败后 对您十分不满,出言不逊 张和听到消息后感到害怕,就投降了曹操 曹操大喜得到了张和,就对张和说道 昔日无子虚不早觉悟,使得自身陷入了危局 而现在你的归祥就如同威子抛弃了英宙 韩信加入汉军一样 随后就被张和为偏江军,封都庭侯 并且给予张和军队,让张和跟着自己前去进攻叶城 成功地攻陷了叶城 后来张和又跟着曹操去进攻在渤海的园坛 围攻雍奴,大获成功 再后来,张和跟从曹操一起去侦讨柳城 和张辽一并成为先锋 因为作战有功,升迁为平敌将军 过了一段时间后,张和被派去侦讨东来 讨伐广城 又跟着张辽去进攻陈兰 梅城等人,都获得了成功 几年后,张和跟从着曹操在渭南击破了马超和寒碎 围攻安定,杨秋投降 张和又与夏胡渊一起去讨伐在浮城的梁兴 与在武都一带的第一人 并且再次打败了马超 还平定了另一个割据军阀送建的统治地区 公元215年,曹操讨伐张鲁 张和作为先遣部队 都领全军讨伐良心和敌王斗帽 随后,曹操从散关进入汉中 令张和成为先遣部队 都领部足5000人在前方开道 在张和抵达扬平后 张鲁投降,曹操就率军返回 刘张和与夏胡渊等人守卫汉中,抵御刘备 张和还督领大军破18东巴西两个郡投降 迁移所有的人口到汉中 在率领军队接近荡渠的时候 张飞率军前来抵御 双方对峙了50多天 后来,张飞统率着1万多名精兵 从另一条道路与张和交战 因为道路狭窄 张和的军队前后无法相应 被张飞击败 张和丢弃了他的战马 竟带领数十名部下 登山从小道逃走 张和引军退回到了南镇 过了一段时间后 被曹操败为荡寇将军 公元219年 当时刘备囤住在阳平 张和囤住在广石 刘备让自己的万鱼精锐部队 分为十部在夜间进攻猛攻张和 张和率领亲兵上阵作战 刘备无法攻克 但刘备没有放弃 继续猛攻张和 张和军陷入不利的局面 夏侯渊得知情况 就分兵去救援张和 这时刘备率军走马骨 放火烧银 夏侯渊前去救火 被刘备突袭杀死 张和只好退守 当时大军失去了主帅 害怕被刘备趁虚进攻 所有的士兵都十分的恐慌 夏侯渊的司马郭槐 就对中将说道 张将军是国家的名将 刘备所忌惮的人 现在我们身处危局 只有张将军 才能让我们渡过难关 随后就推举张和来领导全军 张和站出来布置和安排各军 军心逐渐的稳定了下来 这时 在长安的曹操派遣使者 让张和假结 随后 曹操亲自抵达汉中 刘备坚守 不与曹操交战 曹操就撤出在汉中的各个军队 令张和囤住在陈仓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 曹操既成王位 任命张和为左将军 敬爵为都乡侯 后来曹操登位称帝 就再度进封张和为茂侯 命令张和和曹真一起 去讨伐在安定一带的胡人和东腔人 随后又在许昌宫召见了张和与曹真 派遣张和南下 与夏侯尚一起去进攻江陵 张和独自督领大军过江 攻取了百里州上的土宝和村庄 后来 魏文帝曹丕去世 魏明帝曹睿继位 派遣张和南下囤住在荆州 与司马懿一起进攻孙权的部下刘厄等人 追赶对方到齐口 双方交战 大破了敌军 公元228年 诸葛亮率领军队出齐山开始北伐 魏明帝曹睿受与张和特进的职位 总督大军去接庭抵御诸葛亮的部下马素 马素依着南山险要安营扎寨 没有下山占据城池 张和就断绝了他的水源 发起进攻 大破马素 当时南安郡 天水郡和安定郡都反叛来响应诸葛亮 张和率军平定了这些郡的叛乱 魏明帝曹睿下诏说 贼人诸葛亮带领着巴蜀之众 来与我们的蒙虎之师交战 将军你披肩职位 战无不慎 朕很忠意你呀 说完就给张和增加十亿一千户 加上以前的一共四千三百户 后来司马懿在荆州治理水军 想要沿着免水入江讨伐东吴 魏明帝曹睿就下诏让张和督领关中的军队 去接受司马懿的指挥 可当张和抵达荆州后 正好赶上冬季水浅 大船无法通过 却返回屯住在方城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诸葛亮再次北伐 猛攻陈仓 魏明帝曹睿紧急招张和回到京城 还亲自到河南城摆下酒宴为张和送行 曹睿派遣南北军三万将士 以及五位和虎温勇士跟随张和 并问张和 等将军抵达了目的地 会不会诸葛亮已经攻下了陈仓 但张和知道诸葛亮的大军没有足够的粮草 无法进行持久战 就向曹睿回答道 或许在城还没有到的时候 诸葛亮就已经退走了 陈认为诸葛亮的粮草屈指可数 应该无法支撑十天了 随后张和不分昼夜地进军到了南正 诸葛亮果然已经退走了 曹睿就下诏张和带领军队返回京城 身前张和为珍稀车记将军 张和是一个懂得随机应变 善于排兵部阵的人 无论是战争的走向还是战场的情形 都没有他预料不到的事情 诸葛亮等人都十分地忌惮张和 虽然张和是武将 但他喜欢和如是交往 曾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同乡 悲战 说他精学渊博 威民帝曹睿就十分开心地下诏说 张将军在外征战 但还心细地朝廷 真很忠义将军你的美意啊 说完就将悲战提拔为博士 公元二三一年 诸葛亮再次出骑山 曹睿就召令张和督领重将 西境到略阳 诸葛亮就退守到骑山 张和带兵追赶至穆蒙古 与诸葛亮军交战 飞来的剑尸射中了张和的右膝 张和阵亡 死后的嗜好为壮侯 他的儿子张雄继承了他的爵位 张和因为多年征战有功 威民帝分封他的四个儿子为猎侯 四张和的小儿子为官内侯 886